每屆的博覽會當中 每屆的博覽會當中 我們也都會發想一些主要的特色 尤其今年我們是第三屆了 就取了這個所謂消費性時代 消費性時代我們也看到 當今年輕人的世代當中 所做的那種消費的做自己 做消費的一個肯定性 所以我用這種主題再反映出 我們世代當中的不同 潮流塗鴉 這些都是我們現在 目前當今的主題 也是目前年輕世代當中 對畫作當中的一種選擇 藝術無限是在這種 不需要年齡限制之下 把好的藝術家作品 呈現在沒有僵喻的限制 我們也兼具地做一些學術當中 我們也蠻注重於攝影 因為攝影對未來的這種市場 也是一個蠻好的題材 發現藝術我們是以35歲以下 年輕藝術家為主 年輕藝術家呢 說實在的在這種市場當中 早期是比較不被看好 我們因世代的不同 年輕藝術家在這個時期 分化出來的想像更多元 在發現藝術當中呢 也辦了一個所謂的欣賞獎 來去做這些年輕藝術家的發現 讓這個獎項去把好的年輕藝術家 帶到市場 年體藝術的部分呢 我們每一年都會在台北藝術村 來做展出 我們都會由沈昭良老師來做執行 來幫我們去挑選國際的老師 來做一些所謂的交談 三千美金呢 是在鼓勵新的藝術家呢 透過這種價位比較親民的方式 來做一個低尖的收藏 是一種很好的誘因 I and Only 呢 也就是一種我們的展前的 所謂的宣傳 我們用這一種宣傳呢 把一些長家或者是我們三位老闆 有一些好的私房 讓這一些作品先做一些宣傳 每個展商 共同的來支持我們這個平台 我們能夠去幫長家去挑選 好的藝術作品 以及好的畫廊 來跟我們這個大會呢 互動 去做好更優質的品質 是大家共同創造的 這是我們的價值 在市場上 妳們會做好更優質的 。